行朝钢绰号扎不子 1980年出生在吴湖市吴维县 从小的行朝钢就是一个狠角色 从小开始就是一个滚刀肉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福 初中毕业就步入了社会 通过自己的狠劲 在当地拉拢了一些闲杂人员 整天不务正业 打架斗殴 但是每次都因出手过重 进入了大学 回来之后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不满足于以前的小混混角色 慢慢的靠笼络人手 逐渐靠武力 走到了吴维一把大哥的地位 只要敢与他争锋相对 那你可就惨了 最狠的一次 就是行朝钢和当地的 陈小二为首的另一伙人 争夺当地的一把大哥的位置 大打出手 双方动用了长杆短子 最终打得陈小二团伙 落荒而逃 从此陈小二无法再吴维立足 行朝钢则一战成名 从此彻底成为了吴维当地 绝对的霸主 最终他看中了当地的蓝道 在吴维当地 他只要在蓝道发出通告 所有的橘子凌晨零点 都要关门谢客 将所有的橘子人 带到他的橘子去玩 如果有不从 当晚就会有几十号人 去找你 对你动手 行朝钢在当地就是小霸王 只要他不开心 随意就会对其他人动手 2012年到2015年 短短几年时间 他赚了个几千W 但是最终在2015年被打掉